第1432集 很快 又是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像传来 林雅琴落地了 而叶晨则是闭上了双眼 甚至连呼吸都暂时停止了 并且将心跳压抑的急慢 收敛全身气息 有了这神秘的雾海掩护 加上月晨沙的隐匿效果 叶晨相信这疯女人 应该是无法发现自己的 果然 林雅琴坠地之后 美眸扫过四周这浓郁的雾气 便是眉头一皱 他知道 叶晨也掉下来了 而且可以肯定因为雾海的存在 叶晨没有死 他却根本无法确定叶晨的位置 而叶晨则是抓紧时间 一边收敛气息 一边炼化药力 让自己的伤势快点恢复起来 可是没过多久 林雅琴便是拔出了那柄 洁白长剑 娇喝一声 浑身半步 太虚气息极致爆发 竟是疯狂舞动着手中的长剑 对着这雾海之中的四面八方 展出了一道又一道的剑芒 叶晨面色一呆 这些剑芒 虽然没有林雅琴 单独攻击自己之时 那么强横 但是以叶晨现在的伤势 也不敢硬吃啊 当即 施展起风雷一闪 开始躲避起来 可叶晨这一躲避 林雅琴白色面纱之下 那张宛若 万载寒冰雕刻而成的 绝美面庞上 便露出一丝冷笑 虽然他感知不到叶晨的位置 但是能看得到雾海之中 雾海的流动与变化呀 叶晨的风雷一闪 便是带了风属性的身法 一经施展 便将这雾海搅动 瞬间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而林雅琴 怎么可能放过这样的好机会呢 他等这一刻等了很久了 当即 他灵力一宁 不要命地灌注到手中长剑之中 周身气息 与那恐怖杀意融为一体 其背后也浮现出一个面容模糊 浑身血色手持一柄血色长剑的女子虚影 这女子虚影 简直就像是杀意的化身 杀戮的神明一般 瞬息之间 他便将叶晨所在的位置 斩出绝强一剑 这一剑 便将这诡异物海 一分为二生生地展出一条通道来 叶晨快进入深处 轮回悬碑应该很近了 与此同时 神火学院 叶晨的洞府之中 一个昏迷的少女 安安静静地躺着 正是叶洛尔 而叶洛尔身旁 吉林正盘腿而坐 居然在修炼 吉林虽然掌握了独军的传承 但此前他一直不想修炼 他在昏仑须的时候 就对修炼没有兴趣 叶晨带回叶洛尔之后 再看到叶洛尔如此苍白的脸庞 他改变主意了 这几天 他无时无刻不再修炼 他想变强 而他的修为 竟然因为逆天的先天毒体 而飞快增长 他的手心 甚至隐隐出现了一道绿色的古印 极其玄妙 潜心修炼的吉林 却没有注意到昏迷的叶洛尔 睫毛轻颤 一丝淡淡的龙微散发开来 甚至他的额头隐约长出了龙脚 却又很快消失了 数秒之后 一声怒吼响彻了整个屋子 叶大哥 昏迷的叶洛尔眼眸睁开 竟然坐了起来 不光如此 一丝金色的光辉 产生了极强的能量波动而去 周围的一切全部碎裂 哪怕正在修炼的吉林 也被当场先飞 吉林摔在了地上 彻底清醒 当看到坐着的叶洛尔 吉林眸子惊喜 不顾伤势地冲了过去道 洛尔姐姐 你 你醒了 而此刻的叶洛尔神色凝重 眉心的龙纹不断闪烁 吉林 叶大哥有危险 吉林 叶大哥有危险 当叶洛尔的声音响彻 一旁的吉林有些懵 他伸出手 摸了摸叶洛尔的额头 洛尔姐姐 你不会是做噩梦吧 叶洛尔似乎在南狱 你怎么会知道那边的事情 我给你倒杯水 缓一下 还有 神火学院的院长说过 如果你醒了 叫我通知一下他 你等等我 然而吉林 刚准备离开 便被叶洛尔拉住了手 他的手泛着些许龙鳞 似乎极度不稳定 吉林显然是感觉到了不对劲 连忙道 洛尔姐姐 你是不是不舒服 我这就去叫人来 然而叶洛尔已经无法解释了 他死死地抓住吉林的手 开口道 吉林 我的血脉已经觉醒了 我是圣龙家族的人 兵器 我的父亲没有死 龙洪天不惜一切代下 想要毁掉我 甚至想剥夺我的血脉 如果没有叶大哥 他可能已经成功了 吉林也是严肃了起来 洛尔姐姐 你是如何得知的 叶洛尔艰难地起身 我的血脉有些特殊 我似乎能看到一些 我身边人的画面 就在刚刚 我似乎看到叶大哥浑身是血 他被一个极其恐怖的少女追杀 坠入血液 至于之后的事情 我无法确定 但是我肯定 这绝对不是梦 吉林微微一正 沉吟许久 好 洛尔姐姐 我们去找院长 院长的实力 或许能帮助叶大哥 画面回转 诡异雾海气浪翻滚 叶晨被剑芒锁定 面色凝重至极 他咬着牙挥舞 兽朽剑 将一身神通全部击发 宛若义士魔神降临 与万股惊雷剑相迎 轰隆一声巨响 强大的攻击风暴 席卷了这片雾海 这诡异的雾气 却没有完全散开 但是叶晨的惊雷剑意 却再一次 被林雅琴的剑芒压制了 那剑芒狠狠地 斩向叶晨的躯体 帝龙凯与赤尘神脉 再次短暂激活 几乎掏空了叶晨的灵气 守护屏障 迎向了残存的剑芒 又是一声巨响 这恐怖的剑芒 终于彻底泯灭了 但是叶晨的身躯 也被斩得向后倒飞而去 狠狠地砸在了山壁之上 胸前又增添了一道伤口 叶晨的意识都要模糊了 但是他也发了狠劲 被人压着打成这样还能忍 他不打算再次躲藏到雾海之中 以便恢复伤势 以便隐匿身形了 虽然他知道这么做 是最合理的 因为林雅琴的灵力 也不是无穷无尽的 像他那种大范围的攻击 多施展几次 即使他是半步太虚 拥有海量灵力 也是要耗尽的 耗尽之后便需要恢复 而这样正好给了叶晨疗伤的时间 但是这样被打 他也太憋屈了 叶晨就是拼着受伤 拼着死 也要在林雅琴身上留下伤口 即使以伤患伤也一定要重创林雅琴 可就在浑身是血的叶晨手持兽朽箭 就要不顾一切地冲向林雅琴之时 一声咆哮却在两人的耳边响起 林雅琴和叶晨都不禁向着那咆哮传来的方向扫了一眼 只见这雾气之中 隐隐献出一道诡异而巨大的影星 从轮廓上看来 竟然是一种小山般大小 长着一条龙尾 头伸长脚 拥有一双硕大利爪 直立而行的怪物 这时风轻扬的笑声 在叶晨的脑海之中响起道 哈哈哈哈 竟然是一只天雾妖 小子这才是我和你说的那个可以威胁到半步太虚的危险 天雾妖 叶晨疑惑地问了一句 风轻扬笑道 这天雾妖是天地间极其罕见 并且诡异的一种妖物 只有拥有天雾这种特殊雾气的地方才有可能诞生 而天雾妖实力也是极其强悍的 普通的天雾妖便可拥有半步太虚的实力 而若是一些变异种 更是能够达到太虚境 甚至太虚境以上 叶晨目光闪动道 这么说 这是一只普通的天雾妖了 叶晨知道 林亚琴的实力在半步太虚之中 应该算是极强的 普通的半步太虚 可能不是同界妖物的对手 林亚琴就不一定了 风青阳笑道 小子 隐匿身形虽然在这天雾之中 应该瞒不过天雾妖 但是她应该会优先对付那疯女人的 你也不必担心天雾妖不是她的对手 这天雾妖有一种特别诡异的能力 特别诡异的能力 天雾妖拥有一种物化神通 这种神通能够使物理攻击大大降低 叶晨文言双眸一亮 她知道林亚琴并不是魂修 否则的话也不会因为只是不成熟的魂剑术 而有片刻的尸神了 那样的话 她与同境界的天雾妖战斗起来 一定会无比吃力 当即 叶晨便取出叶晨沙将身形再次隐匿 而此时的林亚琴 凝视着那被自己和叶晨惊扰 愤怒咆哮着向着自己走来的怪物身形 冰冷的翘脸之上也是显出凝重之色 很快 那天雾妖便从浓雾之中现身 看起来竟是一头三五十米高 长着一颗似龙飞龙的头颅 生着一对尖角 满口宛若利剑般寒光闪闪的牙齿 身体类似猿猴 两只细长的胳膊垂直膝下 生着一双乌黑粗大的利爪 双足站立 一条龙尾来回摆动 诡异异常 林亚琴看清了天雾妖的模样 也是神色一变 她一眼便认出了这天雾妖 同时心也沉了下去 因为她知道天雾妖虽然本身实力不算太强悍 却拥有一种雾化神通 自己的攻击对于天雾妖而言 效果无疑是会大降的 林亚琴目光一闪 对着夜晨的方向冷冷开口道 这妖物名为天雾妖 你的隐形是无法瞒过她的 而这天雾妖拥有一门雾化神通 能大大降低我的攻击造成的伤害 你我若不连手都会死在这里 对着夜晨好 并且 하나度来 解决于你的祭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